而是曼德拉在漫长的反种族歧视过程当中 他领悟到白人和黑人必须要和谐共通 而不是一方消灭一方一方压倒另一口 所以正是曼德拉在这种坚定信仰之下 并且为他付出一生的努力 而且这一生的实践当中他吃了很多苦 但从来没有放弃自己信仰 这种精神感染了世界上无数有正义感的人 所以曼德拉在他的实际生活当中 他确实是被无数明星所崇拜 你看体育界的明星 好像崇拜曼德拉的体育界人特别多 你像贝克汉姆当年特意把自己的辫子 这个书成非洲那种小辫子头 然后来见这个纳尔逊曼德拉 包括这个西罗 拳王刘易斯 你像文艺界那就更多了 沃尔史密斯 还有像这个辣妹 他每个人以见曼德拉一面为终生的荣耀 所以曼德拉在体育界文艺界拥有极高的声誉 我还记得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 可以说如果没有纳尔逊曼德拉 那届世界杯会不会诞生80年以后 首次落户的非洲 这都很难说 可以说曼德拉恐怕是南非申办世界杯的 最重要一个形象大使 2010年下 万众瞩目的南非世界杯开幕 80年来 世界杯第一次光顾非洲大陆 开幕式上 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和政要 都期盼着一个人的到来 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的话 也许代表了所有人的心声 只要曼德拉出现在开幕式上 就是南非世界杯的胜利 但很遗憾 在这个世界杯开幕式之前 曼德拉的曾孙出车祸 按照原计划 十几个小时之后 他将陪伴着曾祖父 出现在南非世界杯开幕式现场 年迈的非洲之子曼德拉 以回避的方式 拒绝了开幕式的狂欢 七天后 曼德拉出现在 泽纳伊的葬礼上 面容憔悴的他 来和曾孙女 做最后的道别 7月11号进行的闭幕式 曼德拉出现在场地里 这等于给南非世界杯 画上个圆满的句号 就说曼德拉这样一个人 他往往成为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一个政党的一种最高象征 而他的出现 往往能代表着这个社会 出现了某种巨大的转机 或者带来了某种和谐的影响 那么在曼德拉漫长的一生当中 很多人都试图 把曼德拉的这些英雄事迹展示出来 曼德拉后来在自己自传出版的时候 有人就问过他 假如你一生的事迹拍成电影 谁能来演你 曼德拉说出了一个名字 摩根弗里曼 我想这个名字 对于中国观众来说 并不陌生 我们可能看过他 好多的电影作品 你比方说肖神科救赎里边 他就有极为精彩的演绎 而且摩根弗里曼给人的感觉是 那么的可信 你见到他之后 你觉得这个人是值得你信赖 后来摩根弗里曼 在这个电影《城市在人》当中 扮演了曼德拉 说的是 纳尔修曼德拉为了能够实现种族和谐 而做出的奋斗和努力 那么在这里边 摩根弗里曼为了能演好纳尔修曼德拉 在这个之前 他和曼德拉有多次接触 他也有意识地模仿曼德拉的一举一动 摩根弗里曼有一句心得 说得非常到位 他说演好这个曼德拉 你一定要区别 曼德拉不是那种很强势的领导人 也不是那种非常能煽动的领袖 他征服世界靠对什么 靠对他坚定的信仰 不屈的信念